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马色周欧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日系周边测评 本期是第47期 咱们今天介绍的是由第三方公司出品的缩料版本的可悲黄金圣衣箱 那么就是咱们眼前的这些玩具 那么这个系列的话是一个完整的一套 而且的话还有一个尾射手在这里 我们待会的话也会进行一个细节的一个展示 好了 那么这一套的话 它有两个属性 第一的话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游人员背在背后 有这么一个背袋 那么这个的话是非常讨喜 非常还原 那么第二点的话 就是更加欢迎是它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打开 那么当然的话 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的话 就是价格非常的优美 同所无击 差不多的话是200多块钱 包容某某达 但是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金属的材质 虽然说它看起的话是非常有质感 但是它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我们知道由半代公司的话 是出过一个官方正版的 而且的话之后也没有复刻过 那么那个的话是三个箱的一个盒子里面 那么一共应该出过四套 价格的话也是不菲 那么那个的话是金属的材质 直播的话是不能够进行一个背负 而且的话价格是偏高了 那么如果我们想进行个展示 或者玩耍的话 那绝对是可以买这么一套的 我们第二点来看这个细节 那么这些盒子的话呢 叫做这个pandora spark 叫做这个pandora的盒子 如果你看过这个盒子星矢第一集的话 就应该知道 那么当时的话呢 星矢是得了这个圣衣之后的话呢 这个魔灵井啊 它不要随意把这个箱子打开 因为里面出来的话呢 可能是这个魔鬼 可能的话呢 是你这个获胜的这个一个希望 那么就是这个盒子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盒子的话呢 我们在下期的话呢 会有进行一个测评 测评这个箱子 好的 那么这些的话呢 就是黄金圣衣箱 我们先少许 我们进行一个观看 那么首先的话呢 就是前方的这个小的圣衣形态的话 这个的话呢 并不是这个玩具所这个附赠的 这个的话是由这个万代公司出品 那么它的话 也是一种这个礼盒的形式的话 除了这个有12个 我们之后会找机会的话 再进行一个测评 好的 我们从头来开始看吧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先给它盒上 那么把它的话呢 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待会的话呢 再看到它再说 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尾射手 那么尾射手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银河这个战争阶 那么当时的话呢 是把这个圣衣的话进行一个改造 改成这样的一个模样了 好的 那么这个尾射手的话呢 是不可悲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其实图案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口 前方的话是一个圣衣的形态 还有这样的一个花纹 边上的话呢 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那么一圈的话呢 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上方的话呢 长的这个样子 下方的话呢 是这样 闪闪亮 它的话呢 也可以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样的 进行一个打开啊 可以分成这么一个小长片 是塑料的材质 完全没有金属 电柱的话呢 我也觉得非常不错 电镂不错 我们把它的话呢 进行一个关闭 那么在关闭的时候的话 上方的话 是有这样的一个卡扣 还有这样一个凹槽 可以进行一个 这样的一个卡扣入位啊 是非常的这个紧实的 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是这样啊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也有这样一个小凹槽 那么关闭之后的话呢 是一个可以进行一个卡扣的 非常的紧实 非常适合进行 进行一个摆发啊 那么这是第一个 这是一个伪设首相 好的 那么我们往这边来看 这边的话都是可以可悲的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白鹰座 穆先生的圣衣箱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皮质的一个小袋 那么是可以背在这个 圣衣神话人物的这个身后的 那么前方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么一个图样 是一个白羊 那么边上的话呢 应该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哪一款的话呢 边上的话呢 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他的话呢 是只有在这个前方是不一样的 这是白羊座 然后边上的话 是一个亮面的这么一个材质啊 那么是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是给你拖在手中的话 完全分辨不出来 这是一个金属 还是缩料的材质 好 这个地方可以打开 那么上方的话呢 这样的打开 好了 那么就像是这样 那么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杯垫 这个杯垫的话呢 需要进行一个安装啊 因为买的时候的话 就是一张片的形式寄过来的 杯垫的话呢 也是打开 这个地方是这个卡扣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卡扣 非常的简单啊 那么关闭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容易 就是把它的话呢 进行这样的一个 关闭卡扣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白羊的圣衣箱啊 好了 我们把它的话呢 卡扣入位啊 应该可以听到这个咔嚓的一声啊 并不是这个坏的声音 是这个卡扣的声音 好了 那么另外说句的话 就是这个万能公司出品的这个小的这个圣衣的话呢 其实我发现只有这个水瓶座是可以把它顺利的放到里面去的 其他几款的话呢 是不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水瓶座的圣衣箱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的打开 这就是一个小的水瓶啊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款的话呢 是可以完美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可以完美的放到里面去的 那么高度的话呢 也是没有问题啊 那么可以把它的话呢 这样的关闭啊 看一下 关闭之后的话呢 它是可以完整的这样放到里面去 然后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关合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先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而其他的话呢 就是过大 比如说像这个双子座呀 它是这个这个手支的的话呢 是可以放到里面去展示 但是的话是关不上这个箱子的 好 我们再往后来看 那么还在往下的话 是这个金牛座 那么前方的话呢 是一个挺清秀的 这么一个金牛啊 好的 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可悲 上方的话呢 盖子可以打开 那么就像是这样 那么可以把它的话呢 几段式的展开呀 好的 那么如果你有这个 这个圣衣的话 可以放在上面进行展示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不再过头展示 我们进行把它一个关闭 就像是那样 好 这是金牛的箱子 好 再往下的话呢 是双子 双子的话呢 我非常的喜欢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两个双胞胎 在这里 也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么这个的话 应该是希腊里面的标志 在这里 好 边上的话是这个土样 上方的话是这样 下方的话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RH 好了 我们把它的话呢 打开呀 就像是这样 那么如果你有双子座的话 小圣衣的话呢 放在这个地方展示的话呢 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也可以的话呢 就像弯折一个角度 那么仿佛的话呢 这样的刚刚打开呀 非常不错 好了 我们把它放在 只不过它是不能把它关闭 关闭的话呢 是因为这个手臂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是这样是支出了一点点 可能是关不上的 好了 这是双子座的这个圣衣仙 我们把它再次合上 可以这样的卡扣入位啊 好 再往下就是这个巨蟹座 好的 迪斯马斯克啊 这个地方的话 也有它的这个标志在这里 边的话都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经可悲 就像是这样 圣衣仙 好 如果你有这个圣衣神话的话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 应该要去把它购入囊中的 那么进行摆放的时候呢 应该是非常好看的 好了 那么下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狮子座啊 爱欧里亚 好的 上方的话 也是可以打开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 一二三三段的一个卡扣 非常的紧实 再往下的话 就是这个处女座 前方的话呢 是一个小女孩 那么清秀的一个小女孩 边上吧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纹理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不错 以浮雕的形式 而且的话 这个电镀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闪亮的 那么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把它购入囊中 边上的话呢 是这个小背道 小批背道 好 再往下就是我的星座 就是这个天平座啊 好 身上的话呢 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夹破事 那么各种各样的武器 那么可以在这个战斗的时候的话 是分给大家 因为亚大的话呢 是不要不喜欢这个征战 那么他的话呢 是不喜欢大家使用武器 那么只使用全都进行作战 只有到特殊情况的时候的话 才让他的话进行一个分发武器 那么边上是一样的 可以进行个开合 我们再往下来看啊 那么卡扣入位啊 那他的话应该是三块都卡住以后的话才可以完美的把他进行一个观合 好 那么再往的话呢 是这个天蝎座 好了 那么这是一个蝎子在这里啊 就像是这样 那么也是同样 那么他的这个圣衣的话呢 其实你要是以这种 这样的方式放到里面的话 放不下的 但是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放的话 调整个角度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啊 就是如果你有这套的话呢 可以稍微调整角度的话 如果不是以平放的话呢 还是可以放进去一些人物的 好 再往下的话呢 就是这个射手 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Sagittarius 那么前方的有一点点小的划痕 那么也没有关系 因为圣衣箱的话背在身后对不对 那么肯定是这个打打叠叠的 好的 那么我们进行一个跟尾射手的一个对比 这个是尾射手 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射手座本尊的这么一个圣衣箱 好了 把它放到这里啊 好 再往下的话就是这个山羊座 的圣衣箱 可以进行个开合 再往下就是这个水瓶座 那么他的圣衣的话呢 是可以完美的放到圣衣箱里边去的 好了 把它拿出来 那么这是这个水瓶座 这个卡比尔老师的这个圣衣箱 好 最后呢 就是这个阿波罗底 那么这个双鱼座 好了 好 那这一套的话就是这个黄金圣衣箱 那么这个的话是这个尾射手啊 那么应该是的话呢 是买的时候可以赠送这个圣衣箱的 或者是你单买一下 应该是二三十块钱吧 也是很便宜 就说这套的话我觉得优点很多 那么他们优点的话呢 就是电动不错 然后材质的话呢 就是只不过缩料的 然后闲门浮雕的话呢 是非常这个徐徐无声 可以进行一个 这个除了它以外啊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背带身后 可以进行一个开合 那么绝对是一个摆放的一个佳品 好 我们这些测评 如果在小伙伴的话 我们就在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